来看一件顶级的国宝文物 西甲盘 这件青铜器之所以珍贵 主要是因为它的主人尹吉父 不仅是我国古代经典诗经的采风者 也是疑性与疾性共同的太师族 而且在盘子上含有133字明文 上面精准地记载了公元前823年3月24日 尹吉父随周宣王征发贤人 以及对南怀仪征收复工之事 这种文物价值以及史料价值 是众多文物所不能比拟的 王国卫先生曾说 此种重器 其足以于京史更在毛宫顶之上 这件起舞北是南宋时期的宫廷纠仓 但由于战乱流逝民间 被人们当作平底锅 敲掉了三条腿用来烙饼 此后又被元朝的宰相 险语书等人收藏 直到清末时期落入了大收藏家 陈建奇之手 当时恰逢战乱 此后便物之所踪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 日本宣称得到了起家盘 藏在了日本书道博物馆处 但后来经过专家考证 日本得到的是当年清代大收藏家 陈建奇金蝉脱俏的烟品 日本在这方面 延绵进士沦为小饼 直到2010年 一位华人在美国的一家 小型拍卖会中 发现了起家盘 只花费了数万块钱 便成功购买回国 此后在2017年 锡灵拍卖会中 以2.11的天价 打破了当年古代艺术品 拍卖纪录 回创造了收藏界 奇迹般的潜入事件 但可惜的是 这件国宝酒 是被一位神秘的 私人收藏家购买 我们已无法在博物馆中 见到这件顶级的 国宝纪文物